大家好,歡迎回到堅仔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接下來星期日,沙田晚場有11場日馬賽事 跑泥草混合日賽,三場泥地全部都是1200米 另外七場草地當中也有兩場直路賽 台灣上一次的C加三跑道,5月17日,都是由田絲轉到田絲加三 反之5月17日的賽果的偏差不少,傾質太大 好像頭場有上心星、漁木、春風、黃桃,可以在彎位中外檔殺上來 直路賽,都拍明驅走中檔 自作人生更加可以走,電算機靠近那邊都能追上來 而下半場,更加有大道致政、海良致保、後上的大道致政 飛出大外檔 所以看回當日5月17日的賽事 有前置,美場的輝王心、放頭 有後上的大道致政、智力寶都可以追上來 要上第一題,如果真的星期日下雨的話 連同上星期一,即是連場大雨之下的作賽 會不會草地的內藍會淺淡得比較多 而踏出去追直路會更加好呢 這個臨場就要去觀察一下 而泥地賽事,今次跑三場都是短途1200米 以往短途的特色,未必是跑到偏差的 是有得放在前面會較好 對上一次跑三場千二日馬來地的就是5月3日 當日的白晉是首好位贏的 反倒財星雖然走三打都不能夠太後 而另外一路順風、雙天至尊、兩匹馬都放在前面走 是有得起敬棋,可以較後為止追上 甚至去到高班一點,銀紙是蠻步速之下都爆上來 那天突然神湧,夢幻人生,很有益 都是早段先貼藍 所以如果看5月3日,三場的泥地 上名的馬匹內貼藍或走二點都佔了7匹 所以如果留得太後的話,怕硬均均地 暫時曬著,未知星期日會不會變濕地 如果正常地來計算,擺前些可能會比較好 這次的賽事,頭場是出馬五大匹的新馬賽 跑回直路1000米 所選的馬匹首選,右馬蟬勝寶區 其實從初出到上一場,我一直都放在貼士裏面 初出的那場是說他在市集中,縱使慢集中 都可以在馬羹中釋得追 結果大家爬爬下,他捱到第三 連續這兩場表現都算是頗穩定的 在這組三馬賽裏,只有他一隻可以連續三場上名 先帶大家看看前一場賽事,拍直路賽 灰馬仔很容易拍的粉紅衣服就是閃聖寶區 大家一路望空,萬眾力得稍微留著 折一段力,就在包尾四號仔衝上來 而閃聖寶區今次在月頭就已經找雷神過檔了 究竟是雷神去承回來騎 不是承的,是誠意拳拳拿來騎 至少交到表現 都很有誠意,萬末操了四貨 馬上來的程度 都在這組裡是較好的一匹 今次就排過五檔 貼著觀眾席那條欄應該都好跑 希望強手遠去 萬眾力得,之前的歡欣、福星、聖出魅力都沒有出 希望這場馬會不會為威哥追近姚本輝一場呢? 次選是馬海王區 其實上一場都覺得他在神貨裏面的表現都有點進步 因為收身上來的程度都見好 以往這隻馬比較重 他跑了兩場那麼大把 初出那一場,現在守著在中間第二位 紫紫地粉紅衣服那一匹,白帽就是海王區 其實他最後回來了 因為他早段都跟著擺前 一場的歡欣、福星、聖出魅力、禅聖寶區第一場的新馬賽 三隻都叫做早段較為後些少 過了萬眾力得和海王區 可能看模式都是較少少後上 他回來了也是跟禅聖寶區 當時是叮噹碼頭的 當時就是四月中的時間 今次就排直路賽了 大家都是拍著 如果以賽職來計算 一四這對馬 如果選擇一,四都可以搖回 而且這四上次都是蝕了超慢補足 以及跑了三碟 沒什麼遮擋可以給他一個藉口 而最有變數的 當然就是未跑過的和系神區 往往就是不論新馬賽好 或者是舊底的四班賽好 什麼樣榜賽 大家拿著一組的賽區 哪一隻最有變數就是新加入的馬匹 而這隻和系神區 三月之後開操 其實一直都操練穩定 他還沒出過賽 看看香港他試一個集 其實這集都是八百米 幾檔起步 是二檔起步的 藍衣、紅帽 起步都叫順利 這一集他也有些事情要看 一直跟著馬羹 雖然這組很多都是側身BB 但是他跟著馬羹之後 最後看到周進就騎進去 一隻馬轉腳後 都可以維持到追勢 今次會初大交叉被咕 神科見他也不是很噁頭 很有壞習慣 騎進去起碼有反應 所以是操作第三選 始終他跑了一點的初出 或是側身 或是未和你跑過 是高過你們都未定的 所以很合理的 我就覺得要操作第三選 好了 重複一次 波仔頭場的新馬賽 選擇有閃勝虎區 四路海王區 和三號馬的和諧神區